原标题 曹丕对真蜜的怨恨是怎么来的 曹丕为何要赐死真蜜真蜜 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大美女 原是原妻的妻子 曹操灭袁绍后 真蜜为曹丕霸占 收入后宫 后来成为了曹丕的皇后 不过 就是那么一位人见人爱的角色美女 一位让曹氏父子神魂颠倒的才女 却被曹丕赐死 很多人不禁感到疑惑 曹丕对真蜜的怨恨是怎么来的 曹丕为何要赐死真蜜 首先 真蜜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也是一个要强的女人 她对曹丕的放荡和不忠十分恼怒 于是经常当众发牢嗖 说曹丕的坏话 这引起了曹丕的反感 曹丕自敢丢了面子 所以和真蜜日益疏远 以至于两人的关系急剧热化 最终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其次曹丕遗传了曹操的多疑 真蜜跟他后的第一年就生了儿子曹瑞 曹丕怀疑曹瑞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因此对真蜜充满了不信任 这使得两人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展开全门最后 由于真蜜逐渐衰老 姿色下降 所以曹丕有的新欢 宠爱郭女王等妃嫔 郭女王为了真宠 不断挑唆曹丕 吕进禅言 最终使得曹丕和真蜜的矛盾集中爆发 后来曹丕一怒之下 竟自死了真蜜 可怜一代家人真蜜 就这样相消遇 此外 据说曹氏父子三人都喜欢真蜜 特别是曹直对其非常清新 所以曹丕用妻不失为难曹直 试图打击报复 曹丕也因此对真蜜日益恼恨 这也是他赐死真蜜的一个重要原因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